現在警方正式落案起訴 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兩條罪名 主要原因是他們針對兩位警員 相信亦比例如黃浩永 他們可能只起訴一條罪名是多一條的 所以我由上年9月26日至今 已經累積了11條罪名 我是相當有信心的 因為我不覺得我又阻礙了警方執行職務 而警方提供的證據 其實都只有一條影片 證據亦相當薄弱 那段影片亦是播放那天的一些片段 還有可能有點推撞 但詳情或者那段影片的內容 會否令到可以證實到些甚麼呢 這個都要跟律師再談 他沒有很明確地說蕭白皮書的事情 但我相信蕭白皮書這個舉動 其實都是觸動到他們的高層 甚至是中共方面的一些敏感 令到他們會覺得是有必要去 就著這件事去做一些行動 所以才有這些拘捕或者檢控 我相信這段影片會不會有去做一些 就看見到這個影片 就知道我們可以先來看看 那我就會有些反應 有一個人的時間 然後我會想和你做一件事 然後我會想讓你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